放生所埋的洞 埋的时候是活活泼泼的 放后就全部死掉 是不是这样有罪过 这个罪福是在心 你真有救护众生的心 有过没有罪 如果你是贪图功德 贪图佛报 这是得不到的 这个要晓得 这个放生是平常 不是佛菩萨的节日 特别的日子不是这样 这样做就错了 平常比如你们上菜市场买菜 看这些动物很活泼 你估计它真正能活得下去 你买了放生 你救它一命 你看它那个样子 买了之后放到它活不成 那你就不必了 那为什么呢 它也是受业报 也是受业报 看到之后 给它念个三归一 念接生佛号 这个劝它的求生进度 这样就好 跟它借个善养 有效果 你这样做的 永远 感谢观看